好,那我们现在上次看到的链锁规则大致上可以写成这种莱布尼茨的算式会比较容易记 那第s分子底y等于第u分子第s乘以第s分子底u 那这样子的分解方法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题目 比如说我们知道1的s次方的微分 那但是呢我们不知道s的s次方的微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s的s次方就可以写成1的slns 为什么可以写成这样 因为1的lns就是x嘛 那所以1的slns就是x的s次方 OK,所以当我写成这种形式之后就变成1的u次方的形式了 我就令slns为u OK,那令它为u呢 那就套用链锁规则 底u分子底1的u次方 成为底s分子底slns 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这个1的u次方 u就是slns嘛 把它写回去 那这里有点跳步 但是你自己稍微想一下那个中间没有跳的补回去 就是1的u次方 那底s分子底u 那u就是slns 那接下来呢 1的slns那不就还是x的s次方吗 那这个的微分是什么 这个微分就套用那个乘法公式就好了 乘法公式那就为第一个 然后再为第二个 那就是先为第一个 1乘以lns 然后加上再为第二个 s乘以lns的微分s分之1 那所以最后就变成s的s次方乘以 这边是1 这边是lns 1加lns 那这个 这个 s的s次方的微分是我们可以套用链锁规则 那如果你看到像这种 就是你可以看到某些函数的组合 但是这些组合呢 好像也不是乘法 也不是除法 OK 那这种组合通常就会套用链锁规则 那比如说 fx如果是lns平方加2s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令u等于s平方加2s OK 那于是这个fx就变成lnu 那u就是s平方加2s OK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下面的这个解法 dx分之dlns平方加2s 等于du分之dlnu乘以dx分之du 那u就是s平方加2s 所以lnu的微分是什么 u分之1 OK 那上面这个的微分呢 2s加2 OK 那于是呢 我们就得到了u分之1乘以2s加2 那u是什么呢 带回去s平方加2s 随便的s平方加2s分之2s加2 OK 那再看一题 fx等于lns的微分式 那这题就比较用的链锁规则 比较不一样的想法 它要用反函数的方式 那y of s 等于1的s次方 它的反函数就是s of y 等于ln y 那这个不就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很像 那所以当我们去算 底s分之底y 的时候 我们会算出1的s次方 因为y是1的s次方 这个前面证明过 前面证明过在哪里呢 就这一个 底s分之底1的s次方 等于1的s次方 好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事实 那我们反过来把它导过来 变底y分之底ln y 就底y分之底s 那底y分之底s呢 就把这个微分呢 给放下来 上面变成1 那这个如果是小学数学 的话各位应该都会算 因为a分之b分之1 OK 那就是b分之a OK s分之y分之1 那就是y分之s 那底s分之底y分之1 那底y分之底s OK 好 那所以呢 我们不会算底y分之底s 但是我们会算底s分之底y OK 这就变成1的s次方 那分之1 那接下来呢 1的s次方 好 1的s次方 可是我们现在想要的是 是 跟y有关的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是 要算底y分之底ln y 所以底y分之底ln y 就变成y分之1 把1的s次方代换成y 变y分之1 那同样的这样 底s分之底ln x 当然也就是s分之1 那所以就完成了这一个的计算 好 那我们这样讲下去 速度会很快 不过我们先 先很快地看一次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的一个定理 叫均值定理 但是均值定理 在看它之前 我们要先看一个引力 叫做罗尔定理 罗尔定理 罗尔定理它在说什么呢 它说如果fx在a到b之间 这个区间是连续而且可围的 而且呢 fx这是a点等于0 fx等一下这里写不太好 fx是这一点 fx等于0 那fb也等于0 那必然存在一个c点 介于a和b之间 介于a和b之间 这是a嘛 这是b 必然存在一个c点 这c点是谁 这个就是c点 这个也是c点 那c点介于a和b之间 使得f'c等于0 也就是说 它这一条曲线的切线斜率 会等于0 那你看应该很清楚 如果这一点等于0 这一点等于0 而且这个函数是连续的 那势必会有个转折 在转折的地方 斜率一定会是0 重点是连续可为 它必须要连续而且可为 只有连续是不够的 因为它可能会有尖尖的转角 尖尖的转角就没有斜率 那如果是连续而且可为 那就不会有尖尖的转角 不会有尖尖的转角的话 那势必会有一个转折的地方 那个转折的地方 它的斜率会是0 这一点是罗尔定理 那这个如果证明的话呢 其实我们这里所用的不是很严格的证明 那比较严格的证明就必须要像数学系他们那样子去看 我们就不看这个东西 那如果 Fs是0函数的话 罗尔定理一定成立 因为它就是一条水平线 中间一定有个点 那如果Fs不是0函数 那A到B区间里面 必然有非0的极大值或极小值 极大值或极小值的那一点 它的斜率就会是0 OK 大概是用这种直观的方式来解释 但是这个其实不太能较严格的证明 那罗尔定理会引出一个叫均值定理的东西 那均值定理 它只是把刚刚的罗尔定理的曲线稍微变化一下 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样一条斜斜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 从这A点到这个B点 它在之间的那个斜率 A到B之间的这个斜率 好 那如果今天呢 有个函数通过A也通过B 而且它是连续可为的 那这时候呢 势必有一条 中间势必有一条切线 这条切线的斜率呢 跟AB的斜率是一样 OK 那这就是均值定理 也就是说存在一个C点 那F'C呢 就等于B-A分之FB-FA 那这个称为均值定理 也就是中间一定有一个点C的斜率等于平均斜率 那这个证明也 我们这里也不完全是数学性的证明 就是先用说明 那G of S呢 如果是Fs-FA 然后再减掉B-A分之FB-FA乘以S-A 那这一个函数造成的形式 就是G of A等于0 G of B也等于0 那这不就是回到刚刚的罗尔定理 有两点是0的 那势必呢 就有一个点C存在 使得G'C等于0 那G'C等于0 G'C你把它写出来 G'S就是这个 那G'C呢 就是把C带进去 就变这个 那它会等于0 那就代表说 这个FC会等于B-A分之FB-FA 好 那所以就得到了 F'C等于B-A分之FB-FA 好 那这是均值定理 那这两个定理在后面 有时候会用到 所以先提出来 好 那另外均值定理 其实还有一个扩展型 它的扩展型是写成这个样子 F'C如果在AB区间连续且AB区间在AB区间可为的话 而且G'A不等G'B 那么必然存在一个C 介于AB之间使得F'C除以 就是G'C分之F'C等于G'B-G'A分之FB-FA 那这个的意思 就是把均值定理再扩展了一下 也就是我们前面是F'C会等于B-A分之FB-FA 那只是现在我们把这个B-A改成G'B-G'A 然后去代换 那所以它扩展了一下 把原本的B-A变成G'B-G'A 然后这里改成G'C 那它的证明 应该说说明方法基本上 可以采用跟刚刚的均值定理 类似的方式 那这个我们就不证 因为这个是属于数学系比较会在意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东西叫做罗毕达法则 这个对我们就比较重要 因为它跟很多的计算有关 当你求解某个东西 某个算式 那那个算式可能会是0除以0 或者是无限大除以无限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求不出来 求不出来怎么办 如果有这种情形的时候 你可以套用罗毕达法则 再微分一次 也就是说 当我求不出来的时候 我就再微分 上下都同时微分 那这个结果是不变 也就是说 LimitS趋近于A F G S分之FS 其实在0除以0或无限大除以无限大的情况之下 会等于LimitS趋近于A F'S 除以G'S 也就是说 本来没有微分的 现在微分了 会不变 这只有在0除以0或无限大除以无限大的情况下 可以用 如果不是0除以0 不能这样用 不是0除以0或无限大除以无限大 不能这样用 只有在0除以0或无限大除以无限大 才可以使用 所以 它的使用条件 不是随便都可以用 那这一个罗毕达法则的证明 原则上就用到前面的坚持定理 那么稍微来看一下 这罗毕达法则怎么用 罗毕达法则的用法 那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S分之S 在0点 我们现在说的是在0点 我这里没有写 LimitS趋近于0 S分之S 那应该是多少 我们想算的是这个 算的是这个 我这里忘记写Limit LimitS趋近于0 S分之SinS 那这时候因为S趋近于0的时候 那SinS也会趋近于0 所以呢 0分之0 是不是符合刚刚我们所讲的 0除以0的条件 这时候呢 我们算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再维分 采用罗毕达法则再维分 那S的维分是1 Sin的维分是Cosin 那变成LimitS趋近于0 1分之CosinS 那S再趋近于0的时候 CosinS趋近于多少 1 所以我们就算出来它是1 所以0除以0并不是 0除以0其实是没有值的 但是在极限的情况之下 它很多时候会有个值 但是我们要算 我们就必须要套用这种 罗毕达法则再维分一次 那再看一个例子 S分之SinS S是绝对值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得看了 因为有绝对值的东西很难处理 有绝对值的东西呢 我们最好就是分两遍 因为它可能会不连续 所以我们就先看 当S趋近于0正的时候 那S分之SinS 那就因为它是正的 所以就可以把这个绝对值拿掉 那就变成S趋近于0正 S分之SinS OK 那这时候 它不就是刚刚的那个式子吗 就是刚刚这个嘛 S分之SinS 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它是1了吧 所以呢 就知道说OK S趋近于0正的时候它是1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今天S是负的呢 那取绝对值 它会变正 它会变号 变号的结果会导致说 它其实这里要变负S 变负S 那就变负S分之SinS 这边 这边微分完之后 其实就变成负1了 OK 所以 以这个函数而言 它的两边的斜率是不同的 那各位应该很容易想象 这个函数的图形长得什么样 Sin的图形长什么样 S分之SinS的图形又会长什么样 那这个 其实你先看Sin的图形长什么样 然后如果今天除以负1和除以正1 会有什么不一样 那一个在0的右边的时候 除以负1 一个在0的左边的时候除以负1 0的右边的时候除以正1 那这样子它会变成一个这种形状 了解吗 因为本来Sin是这样 OK 但是因为0点的绝对值的关系 它会变成这样 两个三丘 那于是呢 这边和这边 再除以一个S的斜率就会不一样 再看一个例子 求SinS除以1-CosinS 那这个 我们看一下它两个是不是0除以0 Sin0是0 Sin0是0没错 那Cosin0是1 所以1-1也是0 所以没错 当它是0除以0的时候 那我们就套用罗币达法则 然后让上面微分 Sin微分变Cosin 让下面微分 Cosin微分变-Sin 那因为前面有个负 所以就变成Sin 1的微分是0 所以没有 不见了 所以就变成Sin分之Cosin Sin分之Cosin Sin分之Cosin Cosin0是1 0分之1 其实它是一个无限大的形式 所以这里其实按理讲它就是没有值 因为它0分之1就是无限大 但是它趋近于无限大 好 那再看一个例子 如果A和D都不为0 我们要求这一个极限式 A和D都不为0 来看一下 A和D都不为0 S趋近于无限大 请注意这是趋近于无限大 不是趋近于0 如果它趋近于0的话 应该会变成F分之C 对不对 如果趋近于0 因为这个趋近于0 那S平方就更小了 所以就会变成0 0 C 0 0 F 就F分之C 但是如果是趋近于无限大 那就不太一样 趋近无限大 那这个会变很大 这个会变很大的结果 最后这两项主宰了整个的大小 后面其实几乎都不用看 那也就是说 最后会变成D分之A 其实用看了就知道了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要证明的话 那你就套用罗毕达法则去证 因为这显然是一个无限大分之无限大的情况 无限大分之无限大的情况 就可以套用罗毕达法则 一样 刚刚讲罗毕达法则是套用在什么情况 0分之0或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所以前面两个我们看到的都是0分之0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无限大分之无限大的情况 那无限大分之无限大的情况 我们还是套用罗毕达法则 就把上下都微分 那这边变2AX加B 这边变成2DS加E OK 所以变成2DS加E分之2AX加B 那这样还是 X还是趋近无限大 最后还是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所以再套一次 所以罗毕达法则有时候要套很多次 你才会算到结果 不是每次的使用罗毕达法则 都只套用一次就可以出来 有时候套了两三次四五次都是正常 OK 那这时候就变成 2D分之2A 那就D分之A OK 那再看个例子 S趋近于0 SsinS分之cosS-1 先看它是不是0 0分之0或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S趋近于0这边0 0乘以sin0 sin0也是0 所以0乘以0 0下面是0 上面cosA0 cosA0是1 1减1也是0 所以是0分之0的形式 那所以我们就套用罗毕达法则 就S趋近于0的时候 SsinS分之cosS-1 那把微分 那把微分上下都微分 上下都微分这里就需要再套乘法公式了 下面的微分 SsinS你套乘法公式 就S看成F sin看成G FG的微分 那就是FG'加F'G OKFG'就是XcosS加上F'G F'G就是S取微分就1了 1乘以sinS 所以下面变成这个形式 那上面比较简单 上面的微分是cos的微分 就F'Sin F'Sin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时候呢 你看一下它上下个是多少 如果不是0分之0或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那就结束了 那来看一下 上下个是多少 S居近于0 0乘以cos0 cos0是1 但是0乘以1呢还是0 那加上sin0 sin0还是0 所以这两个都是0 那-sin0还是0 所以还是0分之0的形式 这时候呢 再用一次罗毕达法则 再用一次罗毕达法则 那你就 我们再用一次罗毕达法则 上下的微分 上面的微分比较简单 -sin的微分就变-cos 就是因为sin的微分是cos 所以就上面很简单 下面呢 这个sin微分 这个sin微分呢 是 sin微分是cos 对不对 所以应该只有一个cos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 因为前面这一个 它的微分 它的微分 scos s的微分是什么? 把s看成f coss看成g fg'就等于f'g加上fg' ok 那我刚刚所讲的fg' 第一个是两个刮起来的prong 后面那个是f乘以g' 不太一样 好 那所以这里就看到 ok scoss的微分就是 如果我先为前面 先为前面 那就ecoss 对不对 那不就是 不就是多了一个coss 加到这里来 那如果我再为后面 那就是s乘以cos的微分是f's 对不对 所以这s乘以-sins 就是前面这一项 ok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看看s趋近于0的时候会是多少 s趋近于0的时候这一项会是0 这一项呢 cos0是1 所以这一项是2 ok 然后呢cos0是1 所以这项是-1 所以变成2分之-1 就-2分之1 好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 0除以0或无限大除以无限大的情况 你可以套用罗币打法则 那再看一个例子 求s趋近于0的时候 cotangin s减掉s分之1 那我们看一下 cotangin s是什么 cotangin s 好 这里 cotangin是sine分之cos 对吧 tangin是cos分之sine 所以cotangin是sine分之cos 所以这边就变成sine分之cos sine分之cos跟这个如果做通分呢 就变成这样 做通分 通分就是sine分之cos 那sine跟s相乘起来 那上面这个cos呢 就乘以一个s 所以scos 减掉这上面1呢 乘以下面的sine 所以减掉sine OK 所以通分之后结果变这样 那通分完之后 这个式子我们就看它是不是0除以0 那s区近于0的时候 0乘以sine0 是0没错 0乘以cos0 减掉sine0 这0乘以cos0 cos0是1 但是0乘以1还是0 减掉sine0 sine0还是0 所以上下呢都是0 那就微分吧 就套用罗比达法则微分吧 那微分完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各位自己微一下就会知道 下面的微分你应该做得出来 上面这边先微一次 先做一次乘法拆解 OK 然后微完之后再跟这个的微分做相减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会发现说 这两个cos消掉 所以只剩下负sineS 那这时候是不是还是0除以0呢 再看一下 sine0是0 0乘以cos0 0乘以1还是0 OK 0乘以sine0还是0 所以得再微一次 得再微一次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sine微分变cos scosS微分变cosS-ssinS OK 那这时候呢 上面的微分变scosS-sinS 就是负scosS-s 上面这个微分 那这里两个cos 然后减掉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 上面和下面现在趋近于0的时候 会是多少除以多少 那cos0是1 对不对 所以两个1加起来变2 2 那这个还是0 还是0 那这边呢 还是0 还是0 对不对 所以变成2分之0 2分之0 就0了 所以罗币达法则 有时候很好用 那这边再看一个例子 求LimitS趋近于0 S的S次方 这不太清楚 这是S趋近于0的时候 S的S次方 那这一题呢 如果我们对上面这个式子 先取个log 因为我这样算不出来 我对上面这个式子 先取个log 那取log之后呢 变LNS的S次方 变成SLNS 那当S趋近于0的时候 这里没写好 应该是 应该是 无限大分之无限大的不定型 那把它改成0分之0的不定型 就变成S分之1分之LNS SLNS就S分之1分之LNS 那改成这个0分之0的不定型的时候 看起来就会符合罗币达的要求 所以这里看起来 一开始根本就不觉得 它是0分之0的形式 但是呢 转一下角度就发现 它其实是个0分之0的形式 有时候看不出来 但是可以改成是的 那你一旦改成这个形式之后 就可以套用罗币达法则了 就变负S平方分之1 因为S分之1的微分是负S平方分是负1 那LNS的微分是负1 那这两个相处的结果就变成S寄近0负S 那就是0 那所以这里 有时候 有时候在某些题目上面 不要只是看到那个没有0分之0 然后就放弃了 你要试着想办法去把它写成0分之0的形式 当你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是多少的值的时候 可能要想办法看能不能转成0分之0的形式 然后再去解 OK 如果在某些情况你解不出来的时候 可以考虑试试看罗币达法则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好像下课时间到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